匹配问题 刚才我们只是提到了匹配 匈牙利算法就是求一个最大匹配 但什么是匹配呢 我们还没说 下面我们来看什么叫匹配 这个地方我要提醒一点 是数学描述什么叫匹配 在图上面 那么咱为了学这个 我们先来看这个 你们很快就要考试了 这是西一课 这是西二课 那教会处要安排考试 好了 如果某一个同学 选了西一了又选了西二了 比如说你们选了集合论图论了 还选了啥 公述是吧 那好了这两边课 能不能安排在一个时间考试 不能吧 这就是这两边两个课之间加一条边 就是说它的条件就是有一个同学选了 或者我要严格的写呢 不应该说有一个同学 就同一个同学 同一个同学选这两个课了 这两个课之间就要加一条边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这样是这个构出来这个图以后 教处的看了这个图就知道了 这两个课不能排在一块 当然了 对教处的 秦莫阳安排考试来说 对于考试教室来说 他是希望怎么呢 是考试教室紧张呢 还是那个考试的时间段紧张啊 你们觉得啥紧张 因为你们平时有课上 教室肯定够用 是吧 那实际上是什么 时间段 要不然的话呢 你不信给你们排 说把不考虑这个数量 就这个课程 咱使劲拉长了排 一年都排不完 是不是啊 给这里就来了一个排课问题 排课怎么排呢 要排到一次 尽可能多的考试同时进行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就是对于我刚才建模完 建的这个图来说 要求啥呢 这有编的能不能在一起啊 不能在一起 所以我们求的叫独立基问题 什么叫独立基呢 就是这个顶点集合里边 所有的顶点都在是怎么的 独立的 独立的意思就是啥呀 没有编 马上独立基用数学来定义 什么叫独立基啊 那基等于微义 这就是一个五象图吧 那独立基是啥呀 一块能参加考试的 是不是顶点的一个字集啊 所以我们就叫 I是顶点的一个字集 然后怎么呢 任意的小U小V属于这个大I I里边的顶点在怎么呢 独立叫做UV不属于义 那么这时候就称这个I 就叫独立基 独立基是不是可以有很多呀 那当然了 这个I的元素个数 或者叫基数最大的 就叫最大独立基 所以这里边有个问题 所以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叫 求最大独立基 求最大独立基呢 这个问题有没有算法 我只问有没有 就你们现在的编程 朴素的预想 有没有算法 是不是有 什么算法啊 就你们所说的那个收索法 把所有的子集都找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呗 咱挨个试试呗 是不是 看你是不是独立基 晚上我把最后那个比一比最大的 那如果这类的算法 不是好算法 不是好算法的意思是 想求最大独立基的这个算法 或者叫最大独立基 这个问题的难度 它比较难 所以找不到好算法 这个问题呢 是叫做 NP完全问题 什么叫NP完全问题呢 你们现在也不用有太深的 但是作为你们在座的 你们回去应该理解 什么叫P问题 什么叫NP问题 什么叫NPC问题 什么叫NPhard问题 你们要回去 查的课外书 简单看一看 反正你就知道了 NP问题呢 就不是在多相识时间内 目前啊 至少就我们目前的认知 就是多相识时间内 找不到好算法的 是吧 没有直接说没有啊 反正现在认为是没有 找不到 是这类问题里边最难的 就叫NPC问题 那么所以呢 这个没有好算法 那么稍待的 我就把另一个概念 也直接给出来 团 团呢 我要一说补图 你马上就怎么的了 回忆回忆 我们下面有个题题 叫做什么呢 图要连通 还是不连通 它的补图一定 图要不连通 它的补图一定连通 是吧 所以你就想到了 补图和图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马上想到了团 根据这个名字也能想出来 团是什么东西 这个里边的顶点之间都怎么的 没有边 那它怎么的 是不是就都有边啊 所以这个团也是 G等于VE 然后呢 这个是D 这是V的一个字极 是吧 任意的UV 属于大V 不是属于大V啊 刚才那名写错吧 属于大D 那么UV都怎么的 属于E 这个D呢 就叫团 那么在哪儿了 它俩刚才是这么对称的关系 求最大团问题 这也是个NP完全问题 但是现实世界的应用 刚才我们是考试安排 你们马上给我想一个 求团有啥好处 有没有 马上就跟你们周围遇到的问题 能关联上的 这样 我就希望你们有这个 将来你们在我们课堂上学的东西 出去哪怕跟人去辩论呢 不一定真正的干工程 你也可以说 这就是个什么问题啊 那就有什么样的算法 你们想一个 就你们天天使的 你们用微信吧 所谓的微信公众号 你们有没有关注呢 不会一个都没有吧 好 那个公众号是不是发一个 关注他的人是不是都能看到 就称为是他的粉丝 我现在就让你们做广告 做啥广告呢 这个课堂上我们就只能说 卖粉笔吧 你去过找 找什么样的呢 那你是要找啥样的呢 你就去找那些公众号里边去找 是不是 找啥样的呢 哎呀 这个概念不对 这个例子的是后边的 这个例子 我放到后边啊 大家看这个最大团的 不合适 这个最大团的是啥呢 先想你们简单的那个QQ用不用 社交软件用吧 好了 那个社交眼镜 我想知道你们这一伙人 互相之间都有一种联系 连接在一起 那样我就知道 你们这伙人的兴趣相似 是吧 这个本身呢 也叫 你可以想象的也叫啥呀 一个社团 社交网里边的一个团叫社团 而这个社团一旦找到了 会怎么呢 那么将来我就会知道了 针对这一个社团里边的兴趣点 给他们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是不是这样啊 这个跟这个团是对应的 刚才的那个大V 那个公众号 一会儿咱休息一会儿 讲另一个概念的时候 那个是更妥协的一个例子 我会想象的 一会儿咱们 也让我们就会带来